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茂毅在報章撰文說 釋法後根據新立法來判斷宣誓案中當事人的行為或救成不公 當局應該考慮重寬處理 而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就說 人大常委會在釋法時並沒有講明追溯力 只是香港法院自行解釋 莫子瑩報導 高等法院取消4名立法會議員資格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茂毅在報章撰文 指出高等法院袁仲廷在裁決中承認釋法的追溯力 他認為這個符合了人大常委會和香港法院 在以往案件中對人大釋法生效時間的理解 但可能不完全符合法治概念中法律運作的可預見性原則 即是案件的當事人在作出有關行為時 只能依據當時的法律或法律解釋 來判斷行為的合法性或法律後果 如果釋法後才根據新的立法 來判斷當事人的行為可能會構成不公 有關議員作出宣誓言行時 是基於以往立法會監製人 和立法會主席重寬處理宣誓要求的做法 有關議員未意識到這些月委宣誓言行的嚴重法律後果 而監製人、主席或法律顧問也沒有意識到嚴重法律後果 陳宏毅認為當局應該考慮重寬處理 例如考慮不堅持追討已經獲法的薪金和津貼 港大法律學院首席港師張達明 對陳宏毅追溯力的看法有保留 他說人大常委會在釋法的時候 並沒有說明有追溯力 那次釋法的範圍根本是超越了補充法的解釋 根本是一種補充的立法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跟補充法的原則 應該可以在釋法之後才生效 當然這個就要看香港的法院 最後會不會採取這個分野 如果你沒有追溯力的時候 那就表示我們去看看究竟他12、12日 究竟他的行為是否構成所謂忽量 或者他要做宣誓 以致會產生DQ的結果 那我們就不用看人大釋法的內容 什麼叫他決定忽量做宣誓 他說今次釋法和以往的案例性質不一樣 或者要去到上級法院 才能處理追溯力的問題 NOW TV記者莫子盈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